鼓起勇气向民众宣导节省用水 拒绝塑料袋还有蔬食 可爱的蔬果娃娃 还有环保小志工都很卖力 因为小孩子很天真很纯洁的嘛 他就是很自然的带出 他们健康的那一面 活泼的那一面 敬天爱地 庆佛丹 持续玛丽甲志工 结合慈青 慈少 还有亲子班学员 透过各种方式 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 其实今天的活动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一个活动 可以鼓励大家去做多一点善事 善事不只是对自己 对地球也是一种善事 包括我们要多环保 吃树 其实这些都是在拯救生命的活动 盖世对我们的鼓头发育是很重要的 反正在我们Carrie里面 其实它是很有变异场的盖世 现场还有玩游戏 让民众更了解 蔬食的好处 这个是给他们知道 在蔬食 也很漂亮这些 给他们更了解 吃蔬食 可以给我们带 更多的好处这些 我把这个东西 用成一个游戏的方式来呈现 这样子你们去玩的时候 你们就会感受到 你们就会亲身去体验 所以就会很 很有效率的 让他们明白 我们想要传达的任何一个兴许这样子 今天来到这里才会发觉说 我们都是因为懒惰 一直原谅自己很多借口 其实应该回去会慢慢慢慢开始 报答天地众生恩 短短七个小时 就有476位民众响应 环保蔬食行动 待新闻旅家家持秋庆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